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北方的俗语,因为北风很容易让人生病,所以会说家里人容易败亡,北方一般都是坐南朝北,减少北风刮进来,不用迷信这是有道理的,农村而坐屋不朝北,朝北就主角,这句话说,但是盖房子的时候不能朝北,朝北的话就会导致家里不好,这句话跟前面的差不多,主要是北风比较烈所以容易带来疾病, 老人们不让朝北,也有的人说北风带着的是音系,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容易下雨,湿度也更大些 三,弹琴之音,弹话之心,这句话说,但是弹琴之后,才知道琴的声音,也知道了人的弹琴水平,而弹话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如何,其实更要从做事上去了解,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的,农村农村里面的这些俗语都是经历多年, 非常的准的,大家还是要遵从老人们的经验避免损失 这些俗语都会导致,大家还是要遵从老人们的经验避免损失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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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